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进步 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也是越来越高 相应的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物都在不断的提升品质 甚至成为奢侈品 就像现在已经成为生活一部分的汽车 不仅有着各种各样的价值不菲的豪车 更是有天价奢侈品车 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台 价值8892万的劳斯莱斯 全球只有一台 神秘车主是中国人 相信曾经了解过这款车的朋友肯定猜到了 这款车全球只有一辆 价值接近9000万的天价 劳斯莱斯就是慧影 这款车是在去年亮相的 一经展出便惊艳四座 慧影不仅是全球唯一的存在 更是非常独特的存在 它采用溜背轿跑车身的设计 车头及前脸都是劳斯莱斯经典设计风格 而车尾却复古的采用 曾经劳斯莱斯用过的非劣势设计 非常优美个系 内饰的话 也和以往老斯莱斯的车型一模一样 奢华精美 而且慧影也是纯手工打造 耗费了四年才打造完成 它是在2013年 由一位高端客户提升的定制要求 这位想要全球仅此一辆的劳斯莱斯轿跑车 因此慧影便因运而生 而这位车主也一直以来都是个谜 直到前不久被人们发现 车主原来是中国的富商李建勤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名字比较陌生 但是你只要知道他有声道难以想象就够了 李建勤在世界上很多大都市都是有豪宅的 例如旧金山 伦敦 东京等 如此一来 能够花费接近9000万人民币 订制一辆独一无二的劳斯莱斯 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 Agr hall 致上 这么一样 de多高 li 你唱了 徒什么 海仇